客秀沙 旧潮流传至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 品种多达上百个 这些小吃有荤有素 咸甜搭配 形态各异 风味独特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 多子庙地区的秦淮小吃 秦淮有多吃 更外小吃 磨油棕干素 湿井素菜 白菊是用南京方言表演的一门艺术 听白菊品小吃 曾经是老南京人的习惯 这曲白菊 唱的就是南京最传统的一些情怀小吃 作为一个女生 我对做菜还是很感兴趣 特别是对五个男的女生来说 我们做菜是必须要会的 但是到中国我发现了你们的菜特别好吃 各种都有 我们之前没吃过也没尝过的 所以我还是想学一下 王军在南京美食界小有名气 鱼头汤是他最拿手的菜肴 王军曾用直径接近两米的 巨型青花瓷碗盛放鱼头汤 引来万名时刻静香品尝 可是他没有想到 巨碗鱼头竟然吸引了 来到南京旅游的乌克兰美女 克秀莎 沙上这部女孩子很聪明 学习做菜肴也比较认真 豆牛煎鱼 开水葱 大火熬至小火炖 它很炫 它非常炫美 非常炫美 不错 可以吗 可以 非常炫美 不是啊 不错 非常非常好 好 几天相处观察 师傅王军也看出了克秀莎的诚意 他答应收下这位来自乌克兰的洋土地 师傅请回茶 师傅王军希望这个洋土地能将中国的美食带向世界 如果说通过它能把中国的小吃 中国的菜肴带到国外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最初来讲的 我们就联系 你最后来讲的 我再来讲的 你看